部長 你好 中國剛公布的十三五計畫裡面 那個金台高鐵 你說你事先完全不知道 確實完全不知道 中國在公布的第十三個五年金建計畫裡面的交通建設 準備要開闢一條 從北京到福州嘛 福州再到台灣的新竹再到台北 金台高速鐵路 這個恐怕是世界紀錄 目前海底隧道 像日本的本州跟北海道 海底部分23公里 英法高速鐵路的海底部分才38公里 如果中國要做了這個條金台高鐵 在海底部分要跑130公里 這難怪 這個計畫 自己中國的網友都是一片的嘲笑和諷刺 你都不曉得這個計畫嗎 我想這樣子 這種所謂的兩岸之間的事情 一定要透過正式官方的交通管道來做注意 所以我私底下他們也沒有提 你讓我把我的問題提出來好不好 你知不知道中國從2008年開始 它的交通建設計畫裡面包括台灣的有哪些你知道嗎 我知道其實他們還有提高速公路 還有金台高速公路 對我知道 還有海峽鐵路網 對 還有金下 金門跟廈門的跨海大橋 所以如果要做金台高鐵啊 還要排很後面 對 所以我是說 你不知道 我當然曉得 我告訴你啦 這個其實是中國啊 他 在吃我們豆腐啦 這個是一種政治的宣示 這個不是真的 真的 經濟交通的建設啦 他是要把台灣當成內地的一部分 所以我北京公布的 金建計畫裡面把你台灣納進來 這是一種政治上啊 吃台灣的豆腐啦 你知道嗎 所以啊 你的答覆應該要說啦 大家都很忙 不要彼此浪費時間啦 交通部莫名其妙 你要發個新聞稿 說什麼這個可以進行 可行性評估 可以再研究 我不知道這件事情 研究什麼 我通常有這樣的回話 媒體都有報導啦 可能是會不會 我不知道啦 因為我向來沒有正式 你同不同意我的看法啦 這個不是真的經濟交通的建設計畫啦 我想 他是用政治上啊 謝謝 故意啊 就把台灣納進來 所以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呢 台灣是內地 啊 交通線的延伸 這種政治上在戴台灣帽子嘛 你同不同意啦 我同意啦 這是國家政策的問題啦 你同意就好了 我們也不要浪費時間啦 以後他再提這種計畫都不要理他啦 但是呢 也不要看不起共產黨啦 他現在已經是全世界啊 高鐵路線最長了 他的計畫2020年啊 高鐵可以達到3萬公里啊 我們台灣連一個50公里的機場捷運都做20年做不起來 剛剛那麼多委員在關心啊 我實在覺得啊 很慚愧啊 我也覺得很擔心啊 我看剛剛高鐵局長 對於6月啊能不能完成 所謂的測試啊 他都沒有信心啊 我請局長一下 請局長 市委員 局長 那6月完成測試你有信心嗎 我們會努力 你沒有信心啊 因為不是操資在你嘛 你要看日本頑紅商社能不能完成嘛 對不對 那他如果沒有完成呢 如果再跳票呢 已經跳票6次啦 如果再跳票怎麼辦 那依照合約我們有沒有強制 我們有沒有處罰的條款 現在他有預期的這個處罰 這個預期處罰我們已經在執行之中 我們應該怎麼樣 預期罰款 就是完工的預期罰款 罰了多少錢 如果照他照現在的上限 他原來合約金額的10% 大概會達到25億 另外如果有其他的損害賠償 開罰了沒有 已經開罰了 繼續的按照合約來走 不能打折 是 完工怎麼可以承包這種案子呢 我實在嚇一跳 你知道完工是什麼樣的公司嗎 他是日本四大商社耶 完工是做貿易的耶 他也會來蓋捷運 而且他還轉包出去耶 他還跟他的下游承包商 發生契約的糾紛耶 難怪一條捷運蓋不起來 最重要的控制系統 交給一家貿易商社來做 我覺得阿 台灣的機場捷運阿 是國池阿 一個50公里的捷運 從國家大門 到我們首都 做了一二十年做不起來 到現在哪一天會完成還不曉得還沒有把握 所以本席在這裡提議阿 由我們新國會的交通委員會 我們組成一個專案調查小組 我們來邀請 相關的學者專家 國會要介入這個案子 要再盯緊你們 要再給你們一些壓力 該有了責任阿 你們都跑不掉了 那重點是要把它完成阿 我剛聽你在答覆阿 我知道你心裡也很忐忑阿 你也不曉得到底能不能做起來 而且他發生故障的原因阿 都是很離譜的 局長 你一定要把這個做起來 我會盡我的力量 你當然要這麼回答阿 所以本席 我們在今天的委員會 我就提出這樣的一個案子 我們交通委員會組一個專案小組阿 來對這個案子進行後續相關的追蹤和調查 好 另外 剛剛也有提到的 我想請問部長齁 台鐵的十年購測案 還在持續進行嗎 跟委員報告喔 那麼台鐵的購測案 其實行政院在一百零四年度的五約 去年五約 你還要再開標嗎 那麼其實 520之前你還要繼續招標嗎 跟委員報告啦 因為台鐵的 其實他的這一些所謂的 車火車阿都是非常非常老舊啦 我要求你要停止招標啦 這個案子看起來很有問題啦 這一些案子在採過的過程裡頭 你不是要一次購足 沒有沒有 跟委員報告 十年交車嗎 不是跟委員報告喔 這個案子裡頭有所謂的機車頭 有所謂的那麽 先前的所謂區間的列車 有所謂成績列車 你應該520輛車一次開標嘛 後面還有600輛 後面還有600輛 之前有人在質疑 這個成績列車都還沒 還沒 都還在按照原來的規劃的情形 在做處理啦 這600輛沒有包含在這裏頭啦 你為什麼那麽堅持呢 沒有 我只是告訴委員 就是說 你對這個案子為什麽 不會不會 這個案子在採過的過程 我是要跟委員報告一個事實 都有政風單位在裏頭 在完全的 你的任期只剩下 我知道我知道 兩個多月 我是做我應該要做的事情 你應該要做的事情 那如果有任何 就是立刻停止這個案子的招標啦 我是覺得 從台鐵立場 如果萬一再被人家拆到了 那真的被台車公司給標到 那不是很難看 這一些都按依法來處理 主要有任何的違法的話 立刻 台車公司 之前被質疑 因為他的董事長 跟 高宇仁先生關係匪淺 也就是跟新北市長 朱立倫 這種關係的牽扯 媒體都報導過啊 我跟委員報告 我不做這樣的 所以有很多人在猜測 你把 一次應該標 你把它拆成兩標 就是為了掩護 台車公司得標 我不曉得是不是 但是最好啦 以看守內閣的責任 一千例這麼大的採購案 瓜田你下 你不要再開標了 這是本席對你提前的一個建議 我勸你不要再開標了 那個完全是只需烏有 我沒有說你有弊案 我是說外界這麼猜測 萬一真的再被這家公司給飆到 360輛的部分是要 我沒有什麼時間在諮詢 我現在要請教 台86號線 台南市民 使用量非常大的一條道路 尤其高鐵站連結市區 都有走台86號 但現在所有到台南的旅客 你到台南高鐵站以後 由東往西到市區 台86號線現在是斷掉的 不一定有人知道這個事情 但是這是台灣第一件 因為地震 高速公路封閉的一個狀況 多久可以修復 跟委員報告 那我們預計在5月初可以來開放 那因為這裡面來講 地震它把橋樑有些走位 走位最大的走位有達到50公分 為什麼這樣的地震會讓它走位呢 921高速公路都沒有走位 跟委員報告 它的一個這次的那個 側向的達到0.37 它一個地震力的部分 那這裡面來講說它地震力相當大 所以它橋有偏移的 那有偏移的話 我們必須要很審慎的把它帶 讓它回定 你也開大概多 聽說有50公分喔 它的走位50公分 側向位移 那算很可怕的距離 半公尺 對 這是地震大概幾級 你知道嗎 這是地震六級 六級嘛 那它原來的設計防震是幾級 報告委員 那我們基本上來講 我們是這個一個中級的地震 是不會 不會有什麼損壞的 它原來的防震設施啊 是 是要能夠抵抗 七級以上的強震 為什麼六級就讓它走位呢 報告委員 它是在我們許可的範圍之內去走位 許可範圍裡面讓它走位 是 為什麼 我們大概這橋樑的設計就是那個小鎮 小鎮是安全可行的 中鎮是 那個是可修 那大鎮不倒 我們在這一個基本的原則是這樣 這是很嚴重一個狀況耶 2月6號你幾乎就封閉了 你要到6月 我們封閉幾個月 我們到5月 要封 5月份 連續封閉4個月 報告委員 這要回來的部分 必須要經過結構計算 那比較審慎一點 我希望你這個部分要妥善處理 它是什麼樣土壤異化還是 就單純地震 把它搖一搖就把它搖滅掉 側向力的影響 其實這是工程界要很值得來研究一個個案 台灣第一次因為強震 造成快速道路 整條封閉起來 而且裂縫高達50公分 報告委員 是不是裂縫 他是側向位移 側向位移嘛 所以你那個路 那個道路路邊就跑掉了 對 他是有偏偏離位 原來的位置 那原來的設計是可以抵抗7級以上的強震 結果一個6級地震就把它給搖壞掉了 所以這條路線啊 你一定要趕快把它修復起來 是是是 一定要達到我們安全的要求 是 好 好 謝謝部長 謝謝主席 謝謝 好 我們現在休息 不可以 你們 什麼